纽约时代广场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 那么情人节当天在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呢 我们跟着记者李大宇去看看 情人节和元宵节是双节联盟 但是在纽约情人节的气势似乎更加盛大 2月14号的时代广场为情人节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情人间的真心告白必不可少 但是在这里进行表白可是需要一定的胆量 今天下午会有两个准心郎在这里向自己的心上人表白 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我们恰巧赶上了一对情人的告白场面 在男子单腿跪地表白的同一时刻 广场的大屏幕上也配合着显示出的文字 你要嫁给我吗 在场媒体行人围成一圈 采花采贷从天而落 人们共同见证了这幸福的时刻 我觉得是一个好祝福祝日的祝福 对吗 你很心疼吗 很心疼 在最后十分钟的时候 它是很心疼的 在这种团队 她认为我们在吃饭的朋友 这对新人还在现场惊喜地得到了免费的邮轮票 而在这之前 他们全人不知道还会有这个礼物 这项情人节告白活动 由时代广场联盟组织策划主办 是主题为爱在时代广场系列活动的一部分 活动的最大亮点则是广场大屏幕配合显示的求婚文字 整个爱在时代广场主题活动会持续到二月份结束 今天的活动还包括现场婚礼和重温婚事等等 新唐记者李大宇孙位纽约采访报道